大家好 歡迎來到紅潮秘聞 我是李瑩 日前美媒經人爆出中共前外交部長秦剛 在今年7月死亡的消息 隨後網上再次傳出 此前關於秦剛死亡的各種消息 有觀點認為秦剛是不是死亡已經不重要 現在更值得關注的就是 中共黨內是不是有不同的派系 想說對習近平下手 12月6日據美媒政客歐洲版發表微署名的報導說 據來自中共內部人士釋放的消息說 今年6月底俄羅斯外交副部長安德里·魯登科 乘搭專機緊急趕去北京向中共黨魁習近平告密 說時任中共外交部長秦剛 和中共火箭軍的高層已經叛變 將中共的核機密向西方情報機構洩露 而後失蹤的秦剛已經在今年下旬 在北京一間專門為中共高層領導人服務的軍事醫院 死於自殺或者是號刑 叫做是權威媒體的政客 這篇報導一出 立即引發輿論一片嘩然 撒時間關於秦剛死未死 秦剛死於什麼原因的各種消息都紛紛傳了出來 而之前幾個月在網上流傳的關於秦剛已經死的各種消息 也再次出現在大眾的視野當中 據 旅美時評人李沐陽在12月8日的新聞看點 節目中表示 8日當日一位朋友發消息透露說 秦剛在天津武警總醫院被鑄射清發甲死亡 傅曉田被困入北京監獄 消息還爆料說 中共國安對秦剛進行了嚴刑考問 甚至還以他和傅曉田的私生子Akin來威脅他 李沐陽表示 根據一份聊天截圖的內容顯示 秦剛可能早在7月14日下午就已經被處死 聽說是被秦剛自己來選擇怎樣死 秦剛選擇用藥了結症狀系勞僵死亡 這個聊天截圖還顯示出一個十分震撼的消息 即是和秦剛同時被處決的還有10位軍隊將軍 目前凡是間諜罪都要處以忌刑 這也表明這10個軍隊將軍都是犯了間諜罪 秦剛出事之後 中共火箭軍司令員李玉超和副手劉光斌 前副手張震中也幾乎同時失蹤 據中共官方消息報導 火箭軍還有幾名現役和前任高級軍官被拘留 已經退休3年的前中共火箭軍副司令吳國華 在今年7月4日突然在家吊頸自殺 中共官方在3個星期之後 才低調公佈他的死訊 在火箭軍被一獲贖之後 今年3月 擅自上任的中共國防部長李常福也跟著失蹤 10月尾被正式免職 李沐陽提到網上還有一個消息 顯示秦剛在6月25日被帶走商規之後 中共當局將他混在北京西南華一酒店 還對秦剛實施了嚴刑逼供 消息說秦剛一個白面書生 受不了嚴刑考打 不行了 黃小紅將秦剛送去301醫院的時候 秦剛早已經不在人世 而這個北京西南華一酒店 就是在海電區西四環附近 和301醫院很近 只是幾分鐘車程 李沐陽認為這些爆料信息 有些可以互相佐證 但是傳出關於秦剛死亡的地點不同 有些說是天津 有些說是北京301醫院 而且傳出死亡的方式亦不同 一個說是注射青化甲死亡 一個說是他自殺身亡 如果秦剛是被注射而死 實際上就是被中共當局直接執行死刑 如果是自殺死 其實也是被中共當局逼死 即是被他自己了斷 無論秦剛是哪種死法 講穿了都是和中共當局有直接關係 李沐陽說 這個和自己此前得到的網友爆料 也都符合 該網友披露 習近平對火箭軍高層 涉物事件非常震怒 曾經做了98個字的嚴厲批示 該網友的隱語爆料中 有一句是 朱將教斬立決 禮部尚書者因後被中鋒 這裡的朱將教應該是指被快速處決的那10個中共將軍 而禮部尚書應該是指秦剛 如果上述消息屬實的話 秦剛由6月25日失蹤 再到7月14日傳出死信 這個過程還不到20天 看來習近平對這個昔日的趁信是非常震怒的 但他究竟犯了什麼事 可以這麼激怒習近平 對此 發講在今年11月6日的一篇文章 中紀委發問是否暗示秦剛被拆反 裡面有提到說 中共中紀委國家監委 駐中央外辦紀檢監組組長 張濟民在中共中央重點檔看《中國紀檢監》雜誌發表文章 申請中共外交領域面臨所謂的政治風險 廉政風險和管理風險 在政治風險上要求防範 落實習近平還要指示不夠到位的風險 失膳和被滲透被拆反的風險 按照中共一貫是缺什麼叫什麼的特點 這篇雖然沒有寫明特定針對對象的文章 不過治理行間似乎都是在暗示 當時外界熱傳出事的秦剛 秦剛當時就已經被傳出 是參與火箭軍高層的涉物事件 文章說 幹部出訪 駐外期間違反外事管理規定的情況 仍個別存在 8小時內律紀不嚴 紀法道德操守缺失的風險較高 這一點也令人聯想到 此前網上傳得沸沸揚揚的關於秦剛 和前鳳凰衛是女主播 傅曉田婚外生子事件 但是中共官員的出軌和私生子 從來都不算作是什麼大事 該文為此又繼續強調聲稱 外交外事幹部 是中共對外工作的主力軍 處於對外交特別是 和所謂西方敵對勢力 鬥爭博弈的前線 而外交幹部被滲透拆反 和拉攏腐蝕的風險相對較高 這句話實際是說出了 中共的心聲 即是十分擔心這些外交爪牙 他們被所謂的西方敵對勢力 進行滲透、拆反等等 而這個也令人聯想到 網上此前傳出秦光已經被拆反的消息 該文章還提到 要謹防外事官員、以外謀私 而以外謀私的風險 一般是指利用手中積累的外事資源和人物資源 謀取私利的風險 網上曾經有消息說 秦光的情婦傅曉田是三面間諜 多年來 在秦光那裡套了不少中共的情報 傅曉田靠著出賣這些情報賺了不少錢 秦光是生是死 現在還是過迷 12月9日 台灣資深評論家林保華在New Talk新聞 詹文指出 自從中共前總理李克強出世之後 一切事情都可以想像 只有我們想像不到的事 沒有中共不敢做的事 林保華認為 秦光可能已經不在人世 因為中共要對此闢謠是非常容易的 只要讓他出來露面就可以闢謠 而秦光到現在都不可以露面 就說明他已經不在人世 原上海企業家胡力任也表示 秦光的生死已經不重要 他認同死人 但是這個至少可以說明中共政壇 現在處在相互殘殺的局面 胡力任認為共產黨的歷史歷代都是這樣 作為一個獨裁者 他肯定要將身邊的很多人打倒 習近平和毛澤東一樣 是疑心很重的人 胡力任指出 現在更加值得關注的是 就是中共黨內會不會有不同的派系對習近平落手 胡力任指出 習近平搞獨裁 這個令到中共黨內外的很多人都受到了打擊 特別是包括紅二代在內的一些派系也不甘心 他說中國很可能就在這一兩年內 產生很大的政治變革 前提是習近平落台或者是被整死 完全有可能 而習近平對自身安全的擔心也是眾所周知的 胡力任披露他早就知道習近平怕死 2018年習近平去上海那時候就有5公里的保衛圈 胡力任說他參加一個活動 就是5公里之內都要全部清場 整個保衛工作大概出動了2萬個警察和軍人 他的內核保衛圈一公里之外 就是連上海的保安人員都是無法進入的 好 今天的節目就到這裡 多謝你的收聽 如果你喜歡我們的節目 就請你訂閱、點讚、分享 並按下小鈴鐺 多謝你的支持 我們下期再見